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艳势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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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 地藏菩萨 他在自立立他的种种的殊胜功德 前面我们有提到说 地藏菩萨他有两个特点 就是他常居慧土 我们的国土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净土 第二类是慧土 慧土众生 刚强 难调难辅 要度化这些刚强的众生 必须要有很强很大的愿力 地藏菩萨的愿力 地藏菩萨的愿力 度化这些苦难的众生 所以他第一个常居慧土 我今学世尊发如是大愿 于此慧土得无上菩提 他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所以地藏菩萨他的行仪呢 他跟我们释迦摩尼佛有很多是相近的 第二个他献出家相 释迦摩尼佛呢 他成佛 他也是释献出家相 出家相呢 他是慧土世界的亲近相 那因为 慧土众生 烦恼众邪见多 为了令众生 尊重三宝 身性因果 所以固献出家相 在《诗论经》里面提到说 出家的身相是慧土世界的亲近相 所以 为什么 地藏菩萨他跟前面的几位菩萨不太一样 他是现身文的身文形象 就是这两个原因 另外地藏菩萨呢 我们常说他是明阳两立 那明阳两立呢 也就是世间 或是你堕入到恶道 一切一切的众生 他都给予 救济 给予救度 给予拔记 那我们 这边把他归例成四类的旧度 地藏菩萨呢 明阳两立 第一个呢是生前平死的旧靶 那在 这个 地藏经 或是 地藏十论经里面呢 他说了很多 种种的方便 令众生呢 在三宝处修福修慧 也就是说 我们在 修福修慧呢 我们在生前 我们就要去累积 累积福报智慧 那这是生前平死的旧靶义 种种方便 令于三宝处修福修慧 真正要修福跟修慧 一定要清净三宝 有些佛弟子呢 没有正见 他认为透过自己的修行 就可以去向于解脱 真正我们要 快速的得到福报跟智慧 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这善知识呢 生保是一个善知识 我们听闻佛法 从佛文 从佛弟子文 这些善知识 在三宝当中 我们去清净他 我们才能够得到 佛法的解脱的 乃至以成佛的殊胜功德 那第二个呢 临终前的救度 那这两个呢 都还是在我们生前 临终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快要死亡了 平常呢 就像我们现在 我请问大家 你们现在会不会 有很迫切的心要修福修慧 会吗 有没有很迫切的心 如果现在跟你要 现在你要临终了 可能三天之后 三个礼拜之后呢 就即将要死亡 哪一个修福修慧 比较急迫一点 临终前比较急迫嘛 对不对 好 如果你自己临终前 或是你的眷属 即将临终了 尤其是眷属 亲戚朋友 他即将临终 赶快叫他修福修慧 布施供养 因为在地藏经里面呢 他提到生前供养 可以得到几分之几 身后可以得到几分之几 如果是亡者的话 你死掉之后呢 你的亲人为你布施供养 你只能得多少 七分之一嘛 七分之一嘛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按照统计学来看呢 布施要在生前还是死后 要生前就做 要生前就做 你要不要指望说 我死后的时候 你请你的眷属 帮你做 比如说 你现在有一百万 你说他死后要帮我做 死后他会放进他的口袋里面 所以 一百万 一百万 你如果生前布施 所有的功德属于你 如果 死后呢 就剩下七分之一 所以这个临终前的旧拔呢 要劝力修复布施 第二个呢 宜三宝前修功德 诵今称佛名号 也就是说你的眷属 如果说生前即将临终呢 赶快 叫他念佛 念佛一句 福真无量 礼佛一败 罪灭何杀 你念佛一句都是 自己的殊胜功德 我们常常呢 会问说 死后以后要怎么做功德啊 那你为什么不要再生前做呢 生前做都是自己的 死后别人不一定会帮你做 尤其现在不孝子女 你指望他做 不如怎么样 自己赶快做 什么时候做 临终前做吗 现在立马做是最好的 好 这是第二个临终前的旧拔 第三个呢 是刚命中之后的旧拔 命中之后呢 往往很多眷属呢 他在眷属命中之后 他会来请问 如何去为王者呢 修这个福报跟功德 那这里呢 在地藏经里面呢 他就告诉我们 七七四十九日内 为王者呢 广照众善 就地藏经这部经呢 我觉得他有几个地方 讲的蛮不错的 我所谓讲的蛮不错的 就是蛮有方便的 也就是说 刚才提到的第一个 他叫你 要为什么要生前布施 他跟你讲比例 那个比例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大概 你大概 你生前布施 你就全部 得到你自己的福报 死后呢 王者得到七分之一 这是大概 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可以做参考 但是 不是绝对 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有新的问题 新功金啊 等等 那 有很多的因素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很明确讲到的就是 七七四十九日内 为王者 修这个功德 其实在 布派佛教 就是说 我们讲到说 有没有中阴生 他为什么讲到说 七七四十九日内 要为王者 广照众善呢 主要是 我们死了以后 中阴生大概是四十九天 这个在 布派的佛教里面呢 他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第一个说法呢 就是我们没有中阴生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呢 是我们有中阴生 那中阴生的时间有多久呢 布派佛教也有多元不同的看法 有说中阴生是七天 有说四十九天 有说不决定 有说不久住 那在布派佛教呢 其实 他的证说 不是四十九天 但是地藏经呢 他讲说 这个中阴生呢 我们尽量在四十九天 为王者呢 修福 来照善 那 据色论呢 十乡不久住 就是中阴生呢 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到底是多久呢 不久住 在据色论是说 中阴生是不久住的 但我觉得 地藏经就很好 他就跟你告诉你多久 四十九天 所以 那个居士呢 你如果跟他讲说 王者 这中阴生呢 大概多久 不久住 不久住 他可能回去呢 想一想 第二天又来问你 不久住是多久 就是不是很久 不是很久 是多久 是不是很久 七天 四十九天 一百天 三个月吗 你看地藏经 多有方便 四十九天 你跟他讲一遍 他就回去 他就会 四十九天之内 他就会去 为 他的眷属呢 来做这个布施供养 所以 地藏经的很多的地方呢 我觉得都 很方便的利益 现在的众生 包括后面呢 也会讲到一些 这个殊胜的功德等等 好 这是第三项 刚命中后的旧把 第四个呢 命中之后 你堕入二道了 堕入二道 怎么办呢 好 那这个在 呃 我们前面 地藏菩萨的前身的 婆罗门女 还有光木女 好 这有两个例子 有提到说 好 我们就为 呃 这个眷属呢 修福 修会 在三宝面前 布施供养 称念佛号 礼拜等等 那 地藏菩萨呢 他的四种旧度 这边提到了 生前平死 临终前的旧度 刚命中后的旧度 堕落二道的旧度 总共有四种 那 地藏菩萨呢 他是弥扬两立 那接下来呢 第八项呢 对地藏菩萨的一些 误解 那因为在民间的信仰里面 呃 跟地藏菩萨的一些信仰呢 有一些呢 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这边 把他归类成四项 那民间呢 把地藏菩萨呢 认为他只管理鬼道跟地狱 因为 呃 从他发的愿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他应该是管理地狱的 还有管理什么呢 鬼道的 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所以呢 呃 也有他是地狱的主宰 或是称为幽民教主 第二个呢 地藏菩萨是 阎罗王的上师 就是他的主管的意思 他管十殿阎罗 那这个部分呢 呃 我们佛教的思想跟 嗯 一般民间信仰是不一样 好 比如说我们说七月 好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到七月 那七月呢 是鬼月嘛 好 那听说呢 民间的信仰是说 七月 一开始是谁开鬼门关 好 有说是 呃 这个 成王也开鬼门关 好 谁关 这鬼门关呢 有说地藏菩萨是关鬼门关 好 这都是民间的传说了 好 那这样的传说呢 其实都不是正确的 好 第三个呢 呃 我们有时候会把地藏菩萨的 旧母 好 那旧母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呃 婆罗门女跟光木女 去救度他的母亲 好 我们常常把地藏菩萨的旧母 跟牧连尊者的旧母呢 把他混淆在一起 好 那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那第四个呢 是把地藏菩萨呢 当做是鬼王 好 这个也都不 这个也都是错误的观念 地藏菩萨是菩萨 他不是 那个鬼王 好 这个是我们对地藏菩萨的 一个误解 那 还有呢 那 刚才提到那个 呃 呃 七月 好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好了 呃 七月呢 在民间跟佛教呢 他基本上他的看法是两极 好 那民间呢 认为七月 他是鬼月 好 他不可搬家 搬的话就搬入鬼屋 好 不可取妻 取妻的话就 取这个鬼妻 好 不可开店 开店就开鬼店 有这么一说啦 好 所以很多人他都不 不愿意在那个七月当中 好 去 呃 大动干戈 做一些事业啦 好 或是 做一些事情 因为 这个七月呢 是一个 不祥的月份 好 那像我们小时候呢 如果到七月的时候 好 以前我们都喜欢到海边玩水 好 七月的时候不可以去 好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传说啦 好 那我们分别一下民间的七月跟民间的七月十五 好 那七月呢 在佛教里面呢 好 他是一个吉祥月 好 他为什么叫吉祥月呢 因为 呃 我们 佛教出家众呢 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呢 是一个结下安居的日子 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呢 呃 佛弟子呢 精进用功 那用功之后 呃 因为经过三个月的用功 很多人呢 就超凡入圣 呃 解脱 那佛呢 在解下的这一天呢 非常的欢喜 所以呢 七月呢 七月呢 也叫做 呃 这个 活 佛的欢喜月 好 那 这个 佛的欢喜月呢 他也叫做吉祥月 那他也叫做报恩月 好 他也叫孝亲月 他也叫教孝月 他也叫地藏月 好 好 好 这个是佛教跟民间呢 七月份呢 两个月份 好 有两集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好 我们在七月份的七月十五日 好 七月十五日呢 在民间是中元节 好 他有一个中元普渡 好 普渡谁呢 呃 一般都说普渡好兄弟啦 就是普渡这些鬼道众生 好 这个是 民间的信仰 好 他有一个中元普渡法会 好 那这个中元普渡的法会呢 如果 好 我们从道教来看 好 这个叫做中元节嘛 好 民间七月十五叫中元节 好 中元节呢 在道教里面 他有提到三观大帝的信仰 好 三观大帝呢 就是天观地观水观 那就是 啊 遥 顺 于 汤文武周公的 遥 顺跟于 天观是遥 地观是顺 水观是于 好 好 那 这个 七月十五呢 是谁的 生日呢 七月十五是 地观 好 好 顺的生日 那这一天是中元节 好 那是 这个普渡这些鬼道的众生 好 好 这个是在 呃 民间里面有中元节这样的 一个节日 那佛教呢 我们说七月呢 叫做 佛的欢喜月 或是吉祥月 那七月十五日这一天 因为是解夏日 所以呢 那一天也叫佛的欢喜日 因为佛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很多人正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好 太高兴了 太欢喜了 所以这一天也叫做佛的欢喜日 那还有呢 在这一天呢 我们 常常 都会 摘身 供佛摘身 那 这个是 源于 牧连尊者呢 他的母亲 在鬼道当中 不能受食 那 牧见连是佛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 他连 拥有 最殊胜的神通 都没有办法去救度他的母亲 后来他去问佛 那佛呢 就告诉他说 因为 经过三个月的节夏安居 这些佛弟子出家众 非常的用功 那你以摘身的功德力 可以救法救度你的母亲 好 所以呢 在7月15日呢 这一天也叫佛的欢喜日 那 有这个 供佛摘身 那他也叫做余兰盆法会 那余兰盆法会呢 余兰盆 他有救导玄的意思 那恶鬼 恶鬼到的众生的苦呢 就好像我们人倒过来这样 好 好 所以 7月15的 这个 供佛摘身 好 这个是余兰盆法会 好 这个是 我们 呃 对 呃 地藏菩萨呢 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那延伸到这个7月15日 好 那我们也把佛教的 呃 自己的母亲 好 那跟我们 呃 在 这个法会呢 呃 民间的信仰 操见自己的父亲母亲呢 他有相近的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修地藏法门的一个功德 好 这个功德就非常的殊胜 这边我把它列成 十个 好 那 第九个跟第十个呢 有一些是相近的 好 那第十个呢 是修地藏法门的利益 他这边分成两个 第一个是善男子善女人 修地藏法门得28种利益 第二类呢 是天龙鬼神得7种利益 那我们先看第九项 修地藏法门的功德 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 好 那第一个呢 文明赞叹亦超越三十节的重罪 好 我们只要听闻地藏菩萨的名称 或合掌 或赞叹 或坐立 好 那世人超越三十节的 这个罪业 所以我们能够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 好 你要合掌 你要赞叹 这个经文他是这么说的 或合掌或赞叹 我请问大家 我今天讲的地藏菩萨 你们有没有合掌 有没有赞叹 没有 所以你们没有超越什么 三十节的重罪 好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比如说 我们出家中 如果听到你的 讲到你的龟一师 你就要合掌 好 我们讲到释迦摩尼佛 有时候就要合掌 好 合掌 你要赞叹 你要赞叹 那个 诸佛菩萨 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其实很少赞叹 我们很少赞叹 别人 我们很少赞叹菩萨 我们很少赞叹谁呢 我们很少赞叹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其实 合掌 赞叹 礼拜 称念 其实他的那个 殊胜的 福德功德都无量 我们说念佛一句 福真无量 礼佛一拜怎么样 罪灭和沙 好 所以呢 第一个呢 文明赞叹一超越三十节的罪 那第二个呢 是升天 永不堕恶道 那我们 如果呢 彩化 菩萨的形象 就是磕那个佛像 彩化啦 等等啦 或是瞻离 那世人呢 在地藏经里面提到说 百返生于三十三天 一百次 升到天上去 永不堕恶道 如果天府尽的时候 下身人间呢 尤为国王 你升到天上去 回到人间 那还可以当国王 第三个呢 不受女生 不受女生 男生比较好还是女生 基本上是男生比较好 有一些女众也很奇怪 他说 我觉得女生好 其实男生应该是比较好 其实在很多经典里面 都是讲到男生是比较好的 刚才提到说 有一些人还是喜欢受女生 他说既是受女生 也怎么样 相貌圆满 就长得很庄严 第五个呢 是鬼神护卫 连鬼神都要护卫你 我们常常会 会害怕鬼神来怎么样 干扰 干扰障碍你 你看 你如果说 修这个地藏法门 这鬼神呢 不只不会障碍你 还会护卫你 护卫你修行 在经里面提到说 常得百千鬼神日夜护卫 就是说 你修地藏法门 就有守卫 日夜都有守卫守护真理 非常的殊胜 第六呢 即使臣犯重罪乃至五无间罪 亦能得解脱 我在 送着地藏经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哎呦我造了这么多的恶业 也曾经造过沙业啦 等等 怎么办 原来 修这个法门 即使犯重罪 注意 乃至什么 五无间罪 亦能得解脱 所以这个法门呢 是非常的殊胜 第七呢 过去世见属 欲蒙福利解脱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光木女跟婆罗门女 过去世的眷属 因为你替她修福 造福 乃至称念菩萨的名号呢 过去世见属呢 欲蒙福利得到解脱 第八个呢 得到尊贵之身 有些人呢 厌恶自己的身 好 觉得很下贱 好 你可以得到尊贵之身 第九个呢 新生眷属 征服 新生眷属呢 很多那个 呃 新生的小孩 的母亲 她会问说 我如何让我的小孩子呢 增加福报啊 是不是归衣啊 等等啊 修这个地藏法门 可以让新生的眷属 征服 第十呢 是县世居家 衣食封益 就是你现在呢 十一住行呢 就会改善 就会改变 好 这个是修地藏法门的一个 他的功德 那接下来第十呢 是修地藏法门的利益 这利益呢 有讲到了二十八种 还有七种 那这二十八种当中呢 呃大略的说 有一些跟前面呢 是有相近的 比如说第一个呢 他讲到天龙覆念 就是天龙八部都会来覆法 第二个呢 善果日真 因为你修这个地藏法门 你一定会子二行善 你善的果报呢 就是日日真章 第三个呢 是集圣上因 集解脱的因 第四个呢 是菩提不退 你按照修地藏法门 这样的发心 一定不退于菩提心 不退于无上的佛果 还有呢 医食封足 你的医食呢 就会丰富 第六个呢 疾病不灵 你会少生病 因为你不会去照做杀到淫妄 好 所以呢 也会少病 少病又少脑 那第七个呢 离水火灾 你看现在世界 有很多的水灾 有很多的火灾 有些人他就是不会碰到 那有些人呢 这个地震之后呢 这个碰到地震 现在是地震的时候 他又碰到 连续碰到好几次 好 还有无道贼的 这样的一个灾恶 有些人的东西常常被偷 好 所以 修这个地上法门 无道贼的灾恶 这有些人很奇怪 他的东西很少被偷 他的确是如此的 第九个呢 人见清静 人家看见你呢 他就会恭敬你 神鬼扶助 还有什么呢 女转男生 还有鬼王成女 就是当国王的这个儿女 还有呢 端正向好 还有多生天上 祸为帝王 有求皆宠 你要求什么呢 所求顺遂 还有什么 在这个二十八种当中 第十八个呢 是眷属欢乐 你跟你的眷属都很好 有时候我们 我们眷属不太好 在家的时候眷属不太好 出家的时候 法眷也不太好 跟 在家跟 这兄弟姐妹父母亲 处不太来 出家以后 又跟师兄弟处不太来 跟师父也处不太来 你修这个地上法门呢 就会得到眷属欢乐 还有呢 夜梦安乐 不会常常做噩梦 先王离苦 过去的眷属呢 会离苦 诸圣赞叹 聪明立根 父慈悲心 第二十八个呢 是必尽成佛 修地藏法门 他可以得到二十八种利益 如果是天龙鬼神呢 他得到七种利益 这七种利益 有一些跟前面是一样 跟这二十七种是一样 第一个宿超圣地 第二个恶业消灭 诸佛灵 菩提心不退 还有 乃至于必尽成佛 这个是 提到了 修地藏法门呢 有二十八种利益 跟七种利益 那这个呢 我们会把它列在那个讲义当中 大家回去可以对对看 就是修这个地藏法门 有什么殊胜的功德 还有呢 我觉得在地藏经里面 他说了很多的因果报应 那他在地藏经里面提到了二十三种 这个每次送地藏经的时候呢 送到这里呢 我也觉得很好 那虽然说都是大概的说啦 比如说他二十三种 他说 若遇杀生者 说 塑央短命报 就是你杀生你就短命啦 若遇窃盗者 你若常常去跟人家偷盗 你就会贫穷苦楚报 若遇邪淫者 却隔渊央报 若遇恶口者 就是说 眷属斗争报 注意啦 你若常跟你的眷属 在家里面 常常有一些斗争 就是你常常惡口 你都不讲一些好话 这个 就会产生眷属的一个不合合 若亦毁谤者说无辞而仓口报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短命 你为什么会贫穷 你为什么家里会不和和 那这个因果报应呢 他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多 那比如说 他这边提到了 违逆父母者说天地 灾沙报 我同学送的很熟 那还有一个比如说第十五个 若亦轻法慢教者说永楚二道报 若亦污犯生理者说永在出生报 若亦破戒犯灾者 你说常常犯戒 说禽兽饥饿爆 若亦 这个供高我慢的呢 说卑死下见报 若亦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 好这边呢 他有提到了23种的因果报应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也可以参照 那我们在这份讲义里面 我们可能会把这一些的内容 都把它详列在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在地藏经里面有 总共有13品 那个品名 我们也把它列进去 好 那这些内容都不会太难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我们回向 大家请会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福吉于一切 福吉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不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起见孝清报恩 梁黄宝灿 即中锋30系列法会 日期9月11日星期一 到9月16日星期六 宫勤会碳法师 会量法师 会工法师 广库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组法 9月11日星期一 到9月15日星期五 梁黄宝灿法会 每日上午9点开始 下午1点半开始 9月16日星期六 中锋30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9点开始 下午1点半开始 恭请三师法师 共同组法 法会备有贡品 礼盒及百米 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栽法义 共募福恩 慈悲至夜 花莲分会 举办师身法 日期9月20日 晚上7点 修持不动佛 超度仪轨 日期9月21日 上午9点 宫勤金刚上师 颠巴喇嘛祖法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西尊者往东来 却被魂修化离开 东陀若无尊圣座 我们来以脱尘埃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往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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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AND 戴上 身体 背景 蹄者 牌力 尼佛波老 丹佛丹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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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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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